姜濤的中日新聞報導 近來前兩晚 如果大家有留意姜濤的IG那個限時動態 就說姜濤去練跑步 半夜那時候 當然半夜 難道日乾日白 被你們的粉絲捉著來拍照嗎 那怎麼跑步 跑步是一個很專心的活動 然後就在網上有很多姜濤猜測 為什麼他跑步呢 因為對上一次一個公開跑步的紀錄 是由一個傳統媒體拍到他 又說他肥又說他 就是騷到肥大腿出來跑步 之後都一直沒有消息 這次就自己上社交媒體 引來大家的很多猜測 究竟姜濤究竟發生什麼事 腳伤問題 健康問題 或者之後的部署是怎樣的 就很多各方面的猜測 那麼高韻仔今天就跟大家了解一下 究竟姜濤跑步和身體健康有什麼問題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賺好這段影片 還有劉國賢一個深深一個笑容 最重要是課金支持 很感謝大家的課金支持 因為你們的課金支持 而且呢 令到本頻道就記錄到良好的紀錄 這樣對抗haters 所以一元幾毫 十元八塊 請大家慷慨解囊 試一下支持高韻仔 本頻道 痛擊姜濤的haters 對抗他們 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錯 應該是前一晚 高韻仔都錯了 老實說 老實說我都錯了 因為他差不多是半夜釋放出來 然後第二天就有事做 因為他過了釋放期 高韻仔那段時間都太忙了 可能還沒睡醒 或者在做其他僵務 都沒有留意 但是有姜濤或者我的觀眾聽眾 就傳回資料給我看 那姜濤應該是半夜的時候釋放這些社交平台的訊息 那就非常之興奮 說姜濤就跑步 半夜去跑步 半夜去跑步 非常之正 很開心 我想他那種開心就是可以做運動 因為你現在基本上是腳上 其實大家都擔心他那個 他其實不是腳伸這麼簡單 他膝蓋的根結是差不多拉斷了 根據他的訪問 當然應該就還沒做手術 因為如果他做了手術 姜濤是會說出來 還有要休養一段時間 所以就在IG那裡 前兩晚就發佈了 五張相片 就說這個 這個叫做 叫做 叫做 深夜跑步 然後就拍維港的景色 這個應該是灣仔海旁附近 灣仔海旁附近 說說姜濤就是去跑 以及去舒展一下筋骨 這樣 我想 老實說 其實 也不是一些 怎麼說呢 不是說一些這麼稀奇古怪的事情 對一個 一個明星或者一個偶像 或者一個演員 去跑步 跑步練習是一個很common的活動 是說要練戲 特別是他現在正在開演唱會 循迴演唱會 又要拍戲又要拍劇 總之有很大量 其實你不要以為做明星 是很疏爽的 我們那時候看明星 在背後其實要做很多事情 比如玩健身 在片場拍戲 他們又要跳舞 又要做一些 其實他們做戲是要很用力的 如果大家試過做 不要說做戲 可能是做畫劇 甚至可能在你的工作間 你都要演的一個勤力的同事 你都要用力演的 OK 是吧 所以 所以做演員沒有阿喜 因為姜濤 他都用很多的力 甚至是那種體力的負擇很大 甚至剛剛可能開完MIRROR的演唱會 他可能在於那種體力消耗 可能他自己都覺得辛苦 而且減榜也是重要 其實一個人沒有那麼重 其實是有助他的表現 因為你想想 你如果揹著兩包米去做事 你都覺得辛苦 那個人輕身一些 其實是對於自己本身的機能 甚至動作是很多 所以姜濤跑步是一個很正常 很正常 又不是說好像姜濤後來的反應 就是姜濤跑步等等 其實他可能跑了很多次 我們都不知道 沒有發佈而已 所以 所以在種種跡象顯示 姜濤其實都是會留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甚至健康問題都會處理 當然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腳傷問題 如果根據現時的消息 他真的沒有任何的醫治腳傷的行程 或者行程 這件事都是高安仔一直所擔心 以及希望他的腳傷要盡早處理 因為始終 遲一天就傷一天 你們也不知道 雖然可以訪問說斷了根健 但問題上 不知道是否實際情況比更加壞 特別根健這些事情 我想大家傷的根骨都知道 是否實際 你是要逐到處理的 真是問心一句 你不可以太久去處理 因為你久的根健會縮 一縮 越縮就越難處理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是需要搞 但是 不知道 可能有太多事情 天制著姜濤 但是我自己 都是希望姜濤能夠快些去治好腳 為之 對於他來說是最好 我自己覺得 所以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譬如大家在MIRROR演唱會 有時候 你不要說現場看 就算我們看到一些網上的片段 都看到姜濤的好陣時 我看到有幾下 即是現場看也好 或者是 你看回網上片段也好 你們找回一些片 或者在我下面留言 我都會留下 有時候你看到他 有時候有一些位子 蹲下 半蹲下 或者在台上做完一些 一連串的動作 其實你看到是吃力的 還有會有些痛苦的表情出現 我相信大家都看不少 因為這個不是什麼秘密 我想在於他的膝頭的力 就知不知道能夠差 還有因為腳傷影 所以可能對於姜濤來說 他都深知 自己的身體健康是要留意的 甚至腳傷問題 甚至是可能 自己飾不飾 都是要處理的 我不是說他不飾 還有演唱會 其實我覺得他都飾了很多 但是我想再要 你說好像去到Stanley 那種 六個腹肌的情況 需要都要再打下苦工 而且在講 跟著重播演唱會 是更加多的體力動作 和有突破 所以可能 練一下肌肉 和蘇姬 可能好像Stanley 大表哥 突圍而出 都不出的 雖然姜濤未必 雖然賣肌肉 但是我覺得 我想練好一身肌肉 我想他自己 都是有點興趣 因為最近我都見 他一些突破都很高 又黑月 又不同的接作 所以有很多這樣的 安排和情況 我想在於姜濤來說 都是有一個 希望有不同的突破 我自己都樂於見到 所以我想姜濤 今次這個 跑步這些片段 甚至這些安排 不是一個特別的事情 因為始終 有很多很多 在演藝事業上 需要付出的體力勞力 絕對是應該要這樣去練 甚至是說 可能他去了健身室 你也不知道 可能開了 Stanley開的那間健身室 也不知道 因為大家都知道 Stanley是開 和不知道是AK還是Stanley 是開健身室的 所以他們 衝擊某程序 上都是他們的 工作之一 所以 在於明星來說 老實講 吃睡玩 就未必是明星的 一個最主要的工作 保持好自己的身體狀況 表達出一個最良好的狀態 這個就是一個藝人 甚至可能他們之後的 一些演唱會也好 拍戲也好 是一個需要的工作 所以姜濤那個 那個體能等等 他做不做健身 我不知道 但是 起碼我覺得他練跑 不是一天半天 我想他是長時間 有去練一下跑 高恩仔說一下 我也想跑幾下 我覺得是 絕對合情合理 就不是說 一些網民那樣 書文 還是Haters說 明星 為什麼操作得這麼健身 去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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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他真的做體力 不是的 不是的 你看到姜濤 他真的認真地去處理 真的認真地去 去搞那些這樣的體能 練心肺 跑步 這樣 這樣才是正常的 你不是說 去打針、吃下丸、吃下營養丸 就可以令自己身体健康 世事没有这些东西 其实不用姜濤告诉你 其实高恩仔也告诉你 这个世界怎会有捷径 很多事情都是要凭自己努力去打出来 去努力去做 这样才能够有真正的结果 比如你在说那些 你想自己皮肤黑去晒灯 其实你都知道那些很快就退 那些是不耐久的 但是你去太阳之下晒 那就不同了 肯定是厉害很多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都看到 姜濤不是说真是弃做的 他真是去努力去处理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一些星徒的问题 所以都很值得别人佩服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 好 那这次姜濤的终于收到这里就是这样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